了解为什么我们的小孩发生什么问题 所以在这之前我会简单的介绍一些 我们中医的一些基本的概念 当然不会太难 然后希望借由这样帮助你们了解 到底我们的孩子是发生什么事了 那你知道我们中医一定是 身体我刚刚讲的一定是一个整体的 我不会头痛就一头脚痛就一脚 当你头痛的时候我会问你 你便利怎么样 你小便怎么样 你大便怎么样 你有没有头晕 你的睡眠如何 通通一起才是一个问题 然后经由这个问题处理了 你的头痛就好了 这个是我们中医的基本概念 然后另外就是说 因为我们的身体跟大自然 其实是结合的 我们说人法自然 就是说大自然的天气是怎么样 我们就跟着走 比如说我从台湾到美国来一定有时差 可是当我自己调药了之后 美国该清醒的时候我就清醒 美国该睡觉我就睡觉 所以呢我完全没有时差的问题 这是为什么 这就是一个人法自然这四个字 当你把你的身体调到 跟大自然是一个音调的时候 一个频道的时候 那你就会接收到大自然的讯息 所以早上小鸟在叫的时候 这边的美国的小鸟在叫 可能是台湾的天黑的时候 可是我就是跟着美国这边走 OK下一个 好那这是一个表格 这个表格呢可以告诉我们什么 告诉我们说呢 我们人体啊其实是通通有关联的 比如说我们看到左边 这边有心肝脾肺肾 对不对 好那你可以看到哦 心肝脾肾它有这个在头上面的感官 有什么 心肺的是我们的舌头 肝肺的是我们的眼睛 然后呢脾肺的是我们的嘴巴 然后呢肺对的是我们的鼻子 肾对的是我们的耳朵 那我刚刚讲我们的autism是怎么样啊 他是不是讲话的时候没办法讲出来 对不对 那我们的皮是不是跟我们嘴巴比较有关系啊 所以很可能autism是跟我们的皮是有关系的 这个就是我们中医的思考逻辑 好那你说这个这个逻辑太nonsense了吧 人家西都不是这样看的哦 那你这样看怎么对呢 那你等一下就可以看看我们的厉害哦 我们只要这样看就好了哦 因为为什么呢 我自己本身是neurologist 我是一个神经内科医生 我以前看病人呢 我需要做积电图 比如说病人来了说医生我手麻 我就排排那个积电图说好两个礼拜你去做积电图 然后做完积电图之后两个礼拜看报告 那就已经一个月了 然后病人来了我就跟他说 你的积电图报告正常 然后呢病人就说医生可是我手麻 然后我就会告诉他一句话说 你的积电图正常 所以你有没有觉得有点鸡同鸭脚 病人关心的是他手麻不麻 医生关心的是你报告正不正常 所以在做西医同样是我这个人 当我做了中医的时候 病人说医生我手麻 我说好那你大便怎么样 你小便怎么样 你睡眠好不好 然后全部问完了之后 一个整体性的开始给药 给药之后下一次问他说 你麻的情况怎么样 有好一些 好多少一半还是三分之一 还要做到这么细 就是说呢中医是一个competitive medicine 它不是一个机械式的东西 所以对我们的孩子来说 对于我们这些ADHD 或是autism的小孩来说 他们其实是在他们的感官出现的问题 他们的感官出现的问题 他们的平衡出现的问题 等等出现问题的时候 我们要从这个五官去找 当然还有其他的可能性 对不对 你从这个pail organ里面也可以去找 对不对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 下一张 好 那我们讲了 就是说我刚刚讲的 就是说我们的身体 其实跟我外在是要有 有一个 有个频道是相同的 ok 那所以包括你的气候 包括你的季节 包括你在的地方 然后你的这个社 就是你的工作环境 或者是你的家庭环境 通通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 那我们也可以发现 有些人他们的体质 是有一些不对劲的 可是因为他们有比较强的意志力 所以他们可以克服他们身体的困难 当然他们身体还是有困难 可是他们还是有办法去做 这是意思是什么 就是可能一些环境造成他们 他们有比较强的意志力 这个是不一样的下一个 好 那我现在要解释一下 就是说我们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模式 那我们就解释说我们五脏 我们五脏干心脾肺肾 它们之间有一个有一个关系 我先讲心跟肾的关系 那在我们中医的讲法 五脏里面心是属于火 它是在上面的 肾是属于水 它在下面的 但是这个肾的水呢 它应该是要上来 然后呢 来让我们这个心里面的这个 这个心阴的部分能够滋润 然后呢我们的心火是要往下去 变成有命门火在里面 肾里面有所谓的命门火 这是非常重要的 当心跟肾变成一个循环的时候呢 人就能够平衡 我们所谓的心肾相交是非常重要的 那心肾相交会怎么样呢 你就会睡得好 你就是在一个非常舒服的环境 如果你心肾不相交 那你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OK 这是我们简单的再讲你的心跟肾 下一个 好 那我们讲到我们肾的这个 基本上的这个 心理的部分 我刚讲就是说 肾跟心的话 我们的肾水跟心火 它们是互相有关联性的 它们彼此是有依赖性 但是也可以彼此控制的 然后另外呢 它们呢 就是精跟essence 我们叫做精 那精血呢 是可以互相这个 可以transform的 互相改变的 然后另外呢 essence跟sprit sprit就是神呢 它其实是藏在这个心的里面 这两个也是互相 互为所用的意思 所以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下一个 好 那我们现在在讲说这个五脏的情况 包括心肝皮肺肾 这五脏 下一个 好 那心肝皮肺肾呢 其实它有很多的问题 很多的这个功能 但是我要讲的是它的emotion部分 就是在我们中医学认为说呢 每一个脏它对应的有一个情绪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心脏对应的是 对应的是喜 但这个喜呢 要注意是太过度的喜 不是说我们只是淡淡的高兴那样 是有点点好像自得其 就是说得意忘形 那种喜 就是说 好像说太得意的那种 那种喜会干嘛 会伤你的心 所以当我们中了头奖 要偷偷的高兴一点点 不要高兴太多 否则就伤心 可能心脏病就死掉了 就没意思了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的kinnin呢 对应的是fear 我们的long对应的是我们的费 对应我们的是establish 或是一些优伤的现象 我记得就是说我的先生的主妇 因为他的太太死了之后 他就很忧伤 就是我先生的祖母 忧伤了一年之后呢 他就因为肺的问题死掉了 所以其实忧伤是会伤肺的 另外皮呢是对于这种establish有关系 另外肝呢是对于这个生气 我们常常生气的时候会怎么样 生气的时候会 我们的那个胸口 一股怒气就上来了 这是为什么 因为你的肝呢 会让你的怒火会上来 所以怒气是会伤肝的 那我们说肝气 它是阻输腺 就是什么叫做疏腺呢 就是说我们是好像很疏通的意思 但是当你生气的时候 整个都说紧了 这个就会伤肝 那有些女性得了乳癌 那这个乳癌呢 通常呢跟她的肝有关系 因为肝经是会经过我们的乳房的 所以呢有些时候 你看到先生有小三 然后太太就抑郁得病 结果